网络热门养花视频鉴定 然后呢 这是一个养花的反念教材 养花只浇水 不出半年就枯萎 他说这个养花只浇水 不出半年就枯萎 其实一直给大家贩卖的就是一种焦绿 他拿个西红柿给那摆火摆火 君子兰喂个洋葱水 叶片肥厚长得快 这次花浇点大蒜水 不怕黄叶不烂根 绿螺藍和黄豆汤 翠绿健壮绕房梁 什么君子兰喂洋葱水 叶片肥厚 花浇你用脑子 你笨形式形式 他说到那个黄豆汤那些个 哎呀 我都无语了 你说养花哪有这么难 咱老祖宗养花哪有这么多 外面邪道 你说大蒜水让它不黄叶 大蒜本身自己都黄叶呢 黄豆汤这些个东西 我就跟花浇没说过一句最实在的话 黄豆现在你去买怎么着 得两块钱以上一斤吧 怎么着得两块钱一斤以上吧 你买你买在这羊分不行吗 你买在这羊分该花多少钱 而且还贼拉的好用 你整这些个偏方干啥 你买豆子的钱 你说过期的豆子 过期的豆子 你们可以这样 我教给大家一个就是牢靠的方法 就是这个黄豆一般大家会炸豆浆剩一些豆渣 那些豆渣用来发酵一下 你找个瓶子弄点水 你实在不行放点酵母之类的 你要是它自己不发酵的话 但是别拧紧了瓶子 像厨余垃圾之类的可以发酵 发酵完的那个水一般稀释稀释 50到100倍的比例 就是兑点水你再去浇花会好很多 你不可能直接 就跟人一样 人不可能直接抱着人就去啃 我听说过吃人肉的 没听说过生吃人肉的 对吧 你可以炖着吃 真香 这你得弄熟了 植物也一个道理 植物不会自己把自己的叶片吃掉 它会通过叶落归根 通过微生物降解 它通过大自然加的一个发酵 你说是这个道理吧花友 虎皮栏加点盐 开花不再难 文竹未点白糖水 叶片翠绿不黄叶 还有这个加盐的这个 跟华尔明说过很多次 你这个给植物加盐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最简单的 你吃过腌黄瓜吗 本身一根大大的黄瓜 放点盐就腌得出水了 其实盐这个东西 对植物来说 它是有一个致命性伤害的 大家千万不要听了一套 还有什么白糖水 你用点葡萄糖还或许可以 就跟人一样 人吃了白糖水 喝了白糖水 它也要转化成葡萄糖 才能被人体直接去吸收 对吧 你白糖它没那个能力的 你时间长了 弄得盆里边黏糊糊的 并不好 还招蚂蚁 所以说你像白糖这些东西 一个是贵 没必要 你就但凡你买点什么肥料 你老花姨卖的也好 谁卖的也好 你包括一些比较大一点的牌子 是吧 你像那些个老牌的 那些个史丹利之类的 它也不贵 你非得研究这些 外面协调干啥 你很多的花手 就是这样把花祸祸死的 本来好好的花 让你浇茶叶水 茶叶水本身有茶碱 茶碱会附着在根系上 你们喝过茶叶水 那个茶壶上面 是不是很多茶碱 根系上面附着的茶碱多了 没办法吸收营养和空气了 时间长了 自己就咯屁了 而且你那个废茶叶 你堆在上面 它还招虫子 还长毛 华尔明你长点心吧 长点心吧 你别听到外面协调的了 有病去医院 别整一些烂七八糟的片方 医院整不了了 你再说四十片方可以 你这好好的一盆花 本身啥问题没有 你弄点片方 那不死的可快了 跟我大舅子一样 本身耳朵很好 后来吃什么片方 把耳朵给吃龙了 你就懂这个事啊 好了 别的没啥了 别不做 就点个赞 我吃了花一 也花最转一 白了吃吧